大家好,我是小青。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剩一半的骑士的故事, 讲述了主人公和Uncle Fat参加钓鱼俱乐部的交流会, 分享了他们遇到的灵异事件。 然而,这只是他们奇异经历的开始。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意外地遭遇了半人半鬼的存在, 并陷入了一场黑暗谜团的探寻之中。 这是一段充满恐怖和未知的旅程, 他们不得不踏上解开超自然奥秘的道路。 如果你喜欢神秘故事,请支持我们的创作, 留下你的赞、评价和留言, 与我们一同揭开隐藏在黑暗中的谜团。 现在,让我来细细道来。 事实上,遇到这个情景是很恐怖的, 不过对我们来说,却很好笑没有错的话,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07年。 当年我和Uncle Fat受到邀请, 出席一场钓鱼俱乐部的交流会。 因为Uncle Fat的其中一个朋友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 他把我们遇过的事告诉了其他会员。 所以他们都很兴趣和我们见面, 听听我们曾经遇过的灵异事件。 这俱乐部位于医保,交流时间是放工后的晚上。 所以那天,我请了半天假和Uncle Fat下午出发。 到了那边,Uncle Fat的朋友来接待我们, 并带我们到俱乐部休息等待。 我们和那边的一些会员聊天, 看看钓鱼照片,打发时间。 一分一秒地慢慢过去, 终于到了晚上七点半, 俱乐部的会员一个个地出现了。 我们顿时好像变成了明星, 大家都围了过来和我们握手打招呼。 有点压力啊。 经过一轮自我介绍后, 我们就开始这次的交流会。 首先,我们说出我们遇过最恐怖的灵异事件, 所有人都听得津津有味。 讲到一半时, 突然所有灯灭掉, 整个房间变得一片黑暗。 吓到一些人喊了起来。 原来是俱乐部的队长怪兰跑去关灯, 说这样更有感觉。 最后, 我们就在暗暗的环境下继续交流, 的确增加了我们故事的恐怖性。 当我们讲完后, 轮到他们说说他们遇过的灵异事件。 我们一直讲到晚上11点多, 由于有些人第二天还要上班, 所以有一部分人离开了, 只剩下七至八个人留下继续讲。 原本还想去喝茶的, 但已经过了一点, 太晚了。 我们还要回去, 那么远的路很危险。 他们有叫我们留下过夜, 可是Uncle Fat明天有事情要做, 所以我们拒绝了。 跟他们道别后, 我们就开车离开了。 出了市区后, 上了高速公路。 由于已经很晚, 路上的车很少, 所以我开得有点快。 以宝北上一定会经过一个隧道, 大家都知道吧? 那个隧道, 我听说过不少传闻, 但过了那么多次, 却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次真的如我所愿, 遇上了。 我们进了隧道, 整条隧道只有我们一辆车。 我的视线一直盯着前面的路, 但突然发现旁边有东西跟着我们。 我顺着眼睛看向右边, 瞪大了眼睛。 一个没有下半身的人跟在我车旁边。 遇到了那么多次, 总算是有经验了。 我很镇定地叫Uncle Fat看。 Uncle Fat看到后大笑起来。 起初, 我不知道他笑什么, 就问他为什么笑。 妈的! 没有摩托车, 还摆着驾摩托车的姿势。 他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很好笑。 你们自己想象一下, 一个没有下半身。 只有上半身和肚子以下部分, 然后戴着一个全照式的安全帽, 摆着一个飙摩托车的姿势, 扶得很低那种。 可是又没有摩托车。 看到现场, 我帮你们笑翻。 可能他知道吓不到我, 就不再追着我们。 抛开他后, 我看向后视镜, 他已经消失了。 过后, 我们一路上都没有遇到其他怪事, 平安地回到家。 以后, 你们如果遇到他们, 不要害怕, 反而还可以笑他们。 或许这样, 他们会觉得自讨没趣而走开。 你们可以试试看, 不过如果有反效果的话, 可不要找我算掌。 然而, 这只是我们遭遇的第一次奇异经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卷入了更多离奇而恐怖的事件, 与那些半人半鬼的存在, 不期而遇。 每一次的相遇, 都让我们的心跳加速, 感受到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我们开始怀疑这些事件是否只是巧合, 亦或是某种神秘力量对我们的引导。 逐渐地, 我们陷入了一场黑暗谜团的探寻之中, 为了揭开真相, 我们不得不踏上一段充满恐怖和未知的旅程。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请给我一个按赞, 评价和留言, 你的支持将是我创作更多神秘故事的动力。 同时, 也欢迎与我分享你自己遇到的灵异事件或任何其他有趣的故事。 让我们一同探索超自然的奥秘, 解开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谜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